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间 自从盘古破鸿门 开辟从此轻拙辩 大家好,我是东郎 这里先道个歉 上期视频我犯了个低级错误 把静和龙王说成了为何龙王 静位还是要分明的 在这里向观众老爷致以诚挚的歉意 好了,话节上回 魏征梦展龙王,龙王没能救成 于是当天晚上龙王就去找唐王索命 还好观音菩萨及时显灵,吓退了龙王 但是唐王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早上的例会都不参加了 没几天就病重招了太医 太医来了个边阙三连 说估计活不过七天了 为了让唐王剩下的日子不受惊吓 秦书宝和御师敬德 晚上就站在门口值班 可以不能让他俩长期不睡觉啊 于是就把他俩的画像贴在门上 龙王也就不敢来了 没两天,龙王又在后门搞事情 于是魏征也跑去当舍门员 虽然如此,可唐王的身体还是撑不住了 准备效仿刘备来个托姑 托姑的时候 魏征却塞给唐王一封信 说让他拿着这封信到地府去找判官崔爵 这个人是先帝时候的礼部侍郎和魏征很熟 兴许能走到后门 唐王接了书信 马上就明目了 醒来后冥冥之中 看见玉林军请他去狩猎 走出五奉楼之后 忽然之间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独自行走在荒郊野外 这时候一个人走上前来跟他行礼 他就是引唐王进地府的使者崔爵 唐王给了书信 崔爵心里就有了数 之后来了两个童子 三个人带着唐王去见阎王 于是来到一座城 城门口写着 幽冥地府鬼门关 几个人走进城中 突然就窜出了唐王他爸 李渊和兄弟李建成李渊吉 兄弟俩上来就要报仇 被崔爵派人赶走 走了几里路 就看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殿雨 那就是阎王带的地方 这段情节在张机中版西游记里有展现 但是不管是八六版的地府 还是张机中版的地府 都太过阴暗了 按照书中描写 地府似乎是一个跟杨金很像的地方 见了十殿阎罗 唐王的态度非常谦逊 这个章版倒是拍出来了 但是原住里的阎王们 没有张机中版西游记里那么蛮横 阎王们把唐王当成了客人 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 随后阎王们准备走个流程 核对下生死簿 判官崔爵找到了相关登记记录 发现上面写着 唐王在位13年 于是乎 崔爵趁人不注意 在1的上下 加了两笔 就成了33年 还有20年活呢 阎王一核对 哎 这是搞错了呀 就让崔爵带着唐太宗还阳 十殿阎罗 一路护送唐太宗走出森罗殿 唐太宗问了句 家里人的情况 阎王提醒说 唐太宗的妹妹恐怕是活不久了 为了表达感谢 唐王说回了阳间 会给阎王们快递一些瓜果 阎王们说 东瓜西瓜都有 就是没有南瓜 回了阳间 可以弄点南瓜到阴间 崔爵和另一个叫朱太尉的神 护送唐太宗回阳间 可唐太宗发现路不对 崔爵解释说 这阴间是有去路 没来路 换条路走 就当带唐王来个地府一日游 他们先带唐王上了幽民贝英山 又游览了山后的十八层地狱 搞得唐太宗信重惨惊 之后过了赖河桥 到了王死城 遇到了一大堆冤魂 找唐太宗麻烦 原来这些都是在战乱中 冤死的孤魂野鬼 崔爵告诉唐太宗 要想得救就得花钱 可唐太宗没钱啊 崔爵又说 阳间有个人叫香良 在阴间有十三库金银 要不你借一库 到了阳间 整点阳间的活 还他一库金银 唐太宗也只有答应啊 于是 朱太宗开始给孤魂野鬼 分发金银 崔爵跟那些鬼魂说 你们大唐爷爷回了阳间 会给你们办个水路大会 超度你们 冤魂们听了这话才散去 于是 唐太宗走出了王死城 唐王之后又参观了六道轮回 之后和崔爵告别 临走时 崔爵一再强调 一定要开个水路大会 剩下的路 朱太宗带着唐太宗继续走 走到了渭河边 放心 这次真的是渭河 我没有搞错 到了渭河 唐王就看到了河里有金色鲤鱼 看得挺开心 朱太宗怎么催也没用 朱太宗一气之下 把唐王推到了渭河里 这时候 阳间的唐王已经醒了 在棺材里大喊 咽啥我爷爷 咽啥我爷爷 唐王醒来后 宫旅们吓得都跑了 徐茂公魏征等忠臣上前 把棺材撬了 唐太宗惊魂未定 吃了药才缓过来 第二天早朝 唐王把自己游离地府的经历 告诉众人 随即大错天下 可答应爷爷王的事情 还得做呀 就招人整点阴间的火 把南瓜送到阴间去 于是乎就有个家暴男 叫刘全 这个人的老婆叫李翠莲 因为拿金钗适者给了僧人 被刘全辱骂 李翠莲气不过 撇下一双儿女 自意身亡 刘全也很后悔 于是就情愿当这个阴间快递员 接了黄榜见唐王 最后顶着南瓜浮渡自尽 随后果然到了印象的地府 见到了阴王们 阴王们开心呢 为了刘全的情况 准备放他们夫妻团聚 可是李翠莲坟头草都长出来了 没法还魂 正巧唐王的妹妹李玉英 马上就要猝死了 干脆让李翠莲还魂到李玉英身上 于是阴王们派人安排两人还魂 这时候公主李玉英 被鬼使一推 跌了一跤 死了 唐王倒是比较冷静 毕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当他一看 公主又活了 结果公主复活之后六亲不认 非说自己叫李翠莲 唐王以为是他脑子出了问题 安排太医医治 这时候刘全也醒了 说要找唐玉妹李玉英 大家以为唐玉妹是个地名 唐王听他也说 哦懂了 原来现在李玉英已经死了 是李翠莲借尸还魂 于是唐王安排他们两个相见 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同时呢 御师敬德也在开封府找香梁 还真找到了 原来是个阳间卖水卖盆的 在阳间是个穷人 在阴间却是个大富翁 可香梁觉得自己无功不受禄 坚决不要唐王的钱 于是唐王披了一块地皮 修了个大寺庙 里面建了香梁夫妇的生辞 这个寺庙就是今天的开封大象国寺 接下来就是搞水渡大会了 朝堂上还搞了一次关于佛教的辩论 那么自然是主张三教不可偏废的赢了 开始好水渡大会 主持水渡大会的呢 就是内定的取经人 金蝉子转世 玄奘法师 OK故事讲到这里 八六版西游记漏掉了四回内容 基本上就补齐了 之后的情节呢 虽然八六版西游记简化了 但是多少提到了 水渡大会进行的同时 观音和木叉变成两个和尚 卖加沙和西藏 加沙出价五千两 西藏出价两千两 按照和西游记差不多同时成熟的金瓶梅的说法 在明朝中后期 四两银子能够买一头猪一头羊 五六坛精华酒和香煮纸渣 皆压暗酒 所以菩萨的出价肯定是没人买的 但是凑巧碰到了 朝中的挺佛派大臣 肖宇 他觉得加沙是个好东西 带着菩萨见了唐王 随后菩萨把加沙和西藏夸了一遍 然后一分钱没药就躲回土地庙去了 第二天 玄奘穿上了唐太宗给的袈裟 拿着西藏搞水流大会 菩萨也在人群中暗中观察 在水流大会进行的同时 菩萨突然出现 说唐僧这个是小乘教法 没法让王者升天 需要大乘教法才行 于是观音和穆煞被带到唐王面前 唐王记得他们两个 就问大乘教法在哪能学到呢 菩萨说 在西天雷音寺 随即两个人就飞升线了原形 唐王和臣民们自然就在那里朝拜 之后菩萨降下了一个颂子 礼上大唐君 西方有妙闻 屠臣十万八千里 大臣尽殷勤 此境回上国 能抄鬼出群 若有啃去者 求证果今生 于是唐王就问在场的和尚们 谁愿意去西天取经 那只听着下面有一个 我来 这时候我一看 小朋友们人群当中 钻出来一个光头 哇 一看是玄奘 唐太宗就决定了 那就你吧 当场就拜了把子结为兄弟 玄奘也立了个flag 原文是这么说的 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 直至西天 如不到西天 不得真经 既死也不敢回国 永舵沉沦地狱 唐僧别的不说 取经的意识还算坚定 毕竟这时候反悔 就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 所以回到庙里之后 即便是徒弟们告诉他 西天路上一大堆妖魔 他也没有反悔的意思 第二天 唐王就给唐僧发了通关文碟 也就是护照 送了一匹马 一个化缘用的金箔 不过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是 唐僧不是一个人出发的 而是带了两个随从 故事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之前有观众老爷提问 说加孟展龙王和唐太宗 尤地府的情节有什么用 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从故事本身来说呢 孟展龙王是为了 引出唐王尤地府 而唐王尤地府 是取经项目 能够启动的重要原因 因为唐王在地府知道了 阴间有很多故魂约鬼 而且不少冤魂 跟他有直接关系 比如李元吉 李建成等等 所以他迫切的希望 能够超度这些亡魂 这样等他真的死了 到地府也清闲一些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 这一切 是不是菩萨安排的呢 原著没有明说 但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之前如来佛祖就说过 菩萨神通广大 能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如果仅仅是找个取经的和尚 要神通广大做什么呢 而且取经路上的很多事情 原著甚至明确说了 是菩萨的安排 另外唐太宗 尤地府的情节也非常刻意 所以菩萨在整个事件中 有没有用神通 就不好说了 这个见仁见智 各有各的解读 都能说得通 毕竟作者没有明说 但是冥冥之中 又好像给你暗示 有菩萨的安排 另外呢 前人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研究 比如清代有学者认为 魏真梦展龙王 是影射李元之死 暗欲唐太宗 只使魏真杀了李元 比如他们说 西游记称静和龙王为老龙 就是隐喻先帝的意思 老对应先 龙对应帝 而当时打赌的降雨量是 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有说法认为 三尺三寸零四 三尺是三横 三寸是三竖 零四表示四个点 隐喻繁体字的草树 渊 而十八点 十八是穆 穆加点 则隐喻草树的理 虽然这个解读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个人呢 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首先 百回本西游记的故事 本身就有很浓厚的架空意味 而且作者有 故意淡化历史背景的倾向 比如 唐王 大唐皇帝 在原著中混着用 到底是王还是皇帝 故意含糊不清 路上出现的国民 也大多是胡编乱造的 就连天诸国的风土人情 都写的和中国一样 另外 书中说 五行山是王莽篡汉的时候落下的 那么到了唐太宗时期 就是六百年 而非五百年 历史上 唐太宗在位只有二十三年 而在故事里写成了三十三年 另外 书中甚至故意把一些背景设定 往明代靠 比如 书中出现过 御马剑 锦衣卫 叶不收 等等明朝才有的部门和职务 还有达达 乌斯藏 等等明代的地名 甚至后面西行路上 遇到了很多事情 都可以看出 都是在影射明朝的一些政治事件 比如 讽刺内阁大学是高拱 影射 嘉靖皇帝 明星道教 影射 鲁皇王 昆行和炼 长生 波老药事件 等等等等 这些呢 我们到了后面的相关情节 再细谈 还有 历史上的李渊 被唐太宗 骇死的可能性对 也非常小 李渊上让之后 还当了九年的太上皇 唐太宗 九年都忍了 何必把他杀了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隐喻历史说 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这个数字隐喻文字的说法 也确实太过牵强了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这个数字和老龙的称呼 真的有这个意思 也未必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意思 因为 整个这段情节 就是原版赵钞的 明初的西游记评话 虽然失传了 但是 梦展龙王这个章节 因为收录在残存的永乐大典里 保存了下来 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加了一个 虞乔问答的诗词秀 但是 虞乎乔夫的名字 都和西游记评话一样 一个叫张烧 一个叫李定 不过 评话里是两个人都是虞乎 没有乔夫 静和龙王打赌的降雨量 作者也是复制粘贴的 33寸048点 一模一样 当然 作者丰富了一些细节描写 但是故事情节是一样的 可以说是抄袭前作的实锤 后面 唐太宗由地府到修建大乡国寺 这一段情节 虽然找不到西游记评话的原文 但是 作者复制粘贴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首先呢 就是 这一段和前面 梦展龙王的故事情节 连接的很紧密 另外呢 整个这一段情节的画风 和前后就不是很搭 但是故事所透露出来的价值观 很接近宋元时期的画本小说 一个阳间贫穷的人 可以是阴间的大富翁 一个失败的家暴男 可以因为宋阴间快递 夫妻团圆 而且 老婆有着原来的灵魂 却换了公主的身体 等于说 靠着送一个南瓜 当上了驸马爷 哪有这种好事 但这就体现了 底层民众的一种美好愿望 按照古人的说法 宋元画本讲了最多的就是 剖刀赶棒 及发迹变态之事 刘璇自杀 送南瓜还羊 当上驸马爷 这够变态了吧 这一段的故事情节呢 逻辑上相对牵强 文笔 对比前后的章节来看 也差了很多 但是看着爽啊 至少古人看着 肯定觉得挺爽的 而作者很高明 他保留了这一段 并且可能有意增加了 观音菩萨的戏份 整出了一个大悬念 让我们讨论至今 但是有些细节呢 肯定是作者加的 或者改的 比如 刘璇送的瓜是南瓜 南瓜原产地是美洲 最早的可信记载 是加近四十年的地方志 在百回本 西游记成书的年代 南瓜绝对是 刚刚传入中国的 新鲜玩意 所以 游民地府没有 也是正常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观众老爷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转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